嗯,大家好,咱们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下,嗯,Permisers的一个,呃,伸缩性和高可靠性,然后的话,还包,呃,还包含一个,嗯,Aload Manager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呢,已经看到,嗯,嗯,Permisers呢,然后是作为一个单一的服务器,然后的话,我们也只有一个,嗯,Aload Manager 那,但是呢,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呃,可能就已经够用了 嗯,但是的话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嗯,想把它做成一个,嗯,高可靠性 嗯,也就是说,那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嗯,如果我们的一个Permisers呢,然后,嗯,和我们的Aload Manager 然后,超载会出现故障的话呢,我们的监测和警报呢,都会失效 这个Permisers呢,嗯,假如失效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监测 就是我们那个,嗯,Aload Manager呢,然后要是那个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警报,嗯,没办法及时的去发放出去 嗯,他们两个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些独立的服务器,你可以那个认为,嗯,它两个是,两个,两个是分管不同的一个功能 嗯,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分成一个两部分,一个可靠性和融合,融创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扩展 嗯,我们来那个看一下,Permisers呢,然后是,嗯,测证于,然后实时监测 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嗯,进行一个实时监测 通常呢,它是有限的一个收集保留,我们前面的话,嗯,我们也已经说了 它一个默认的话,只有,嗯,是15天,你假如说要想那个,再保存去,那个更长的时间的话呢 你可以去,然后,嗯,使用那个外部存储,嗯,外部那个外部收集库,都可以的 但是的话,它重点就是放在,嗯,实时监控,也就是说它是15天一般情况下,也是足够我们用了 嗯,而它这里面那个,嗯,Permisers,它一个配置工具呢,它的配置,配置文件的管理 它一般都是使用一个,嗯,管理工具来进行管理的,嗯,而不是说我们去手工的,嗯,去配置的 嗯,这边的话呢,我们是,直接是用手工配置的,我们假如说要想,嗯,使用配置的功率去管理的话呢 嗯,那个,嗯,可以去使用一些其他方法,可以去收一下,这个的话,嗯,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问题不大 嗯,嗯,那个,因为后面的话呢,我们,嗯,你可以把它去部署到我们的一个,嗯,嗯,K8集群里面 因为你单独部署这个,那个Permisers呢,然后的话,嗯,没有,没有放在一个K8集群里面,嗯,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K8集群里面,它可以去监控,嗯,它的一个POD,然后让它这个POD的话,然后一有问题的话,它会自动重建 嗯,然后因为它不需要去保存持久的,嗯,很持久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那个用我们就,大概是保存15连左右嘛,也可以使用一个持久圈 然后的话,所以说我们,嗯,它的POD的话,可以随时重启,嗯,然后重新创建 嗯,所以说那个,但是它有问题的话,它马上都可以去维护它 所以说呢,我们放在一个集群里面的话呢,嗯,放在我们K8集群里面,或者是,嗯,Docker里面,然后都是可以的 嗯,所以说呢,我们那个配置管理工具呢,的话呢,然后可以和我们的K8集合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呢,嗯,嗯,比较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的一个,嗯,POD,它默认情况下呢,嗯,它默认情况下,它也是,那个没有什么好用的一个集群,集群,集群,集群方式 我们后面那个,也是问的,嗯,最多可能一般情况下,也就是BOD做成两个,嗯,Permiciers 它是的话,这两个并行的一个Permiciers,然后的话,它是,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也已经写到,是说 这是并行运行两个相同配置的一个,嗯,Permiciers,它们的同时处于活动状态 但是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也是会有一个,嗯,问题需要处理 比如说,这样的配置呢,会生成一个,呃,重复的一个警报 嗯,这样重复的警报的话呢,我们,那个都会发放到,嗯,Aloud Manager 但是Aloud Manager,Aloud Manager呢,然后去,可以,嗯,可以那个,去处理这样重复的警报 然后的话,它是进行分组,那个,然后在上游进行处理 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的方法呢,是不去关注,嗯,Permiciers 服务器的一个容错能力,所以那个,你最多的话,实在有必要的,嗯,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嗯,并行运行,并行运行两个相同配置的,并行运行两个相同配置的 嗯,方法的话,那个对于我们来说,那个都比较简单 嗯,那个,你假如说有那个,Aloud Manager 的一个,嗯,基础支持的话呢,运行他们两个副本 这都是,嗯,很容易的 嗯,我们那个,问的多的话呢,可能问的比较,嗯 集群方面的话,问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Aloud Manager 然后做成集群,嗯,它,它的话,它是中间,它是,无论是可以支持集群方式的 嗯,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这图的话呢,嗯,是一个两个,两个并行的一个,呃,Permicius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们两个的话都,同时,然后都去抓取数据 大家看到,它每一个都去,那个每一台服务器都去抓取数据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嗯,都去,一样去抓取数据 然后这时候的话,有可能就会生成两个警报 两个警报的话,它会,嗯,去发封到,然后我们的一个,两个,那个警报管理里面 然后这个的话,也会去,那个,那个发封过去,发封过去的话 但是的话呢,我们的一个警报管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Aloud Manager 然后的话,它会,那个,进行一个分组管理 然后会去掉一个,嗯,那个,进行,把这个重复的警报呢 它会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说,那个,它们之间可以,那个,现在,可以形成一个集群 大家看到,然后那个,这两个,Aloud Manager可以直接是相互通讯 然后形成一个集群的,然后的话,嗯,Permicius呢,它是,两个是并行的 嗯,这个两个做并行的话呢,那个,唯一的,这个,那个,有一个不好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嗯,那个,每一个的Permicius,然后都去取一下数据 这都有可能会,前面我们也,那个,也说过这个问题 都会,那个,嗯,对我们的服务器,对我们的,这个,这个节点 然后造成,嗯,一定的,嗯,一定的压力,虽然穿成一个,每一个取取,取说句的话,嗯,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的话,你终归会是造成一个,性能的一个形象 嗯,看一下,嗯,那这里面的话,我,那个,大概也,嗯,介绍了一下 就是一个,嗯,通过创建,Aloud Manager集群实现 所有的一个Permicius,然后会向,嗯,所有的一个,嗯,Aloud Manager发幅情报 Aloud Manager呢,然后会,会负责的 嗯,说句的,嗯,从说句的删除,并通过集群,共享一个警报状态 也就是说,嗯,那个,只要有一个发放了,另外一个就不会,嗯,发放了 他们的一个,嗯,集群状态,然后一个警报状态,他们是共享的 嗯,大家看到,然后两个去,两个Permicius服务器收集指标 它们产生,负载呢,将会增加一倍 然后两个同时,那个,都会决定那个收集指标 嗯,即使负载很低 可能,可能的话,你感觉,哎,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反正,寻,寻号,寻号的话,也不是太低嘛 那,寻号也不是太高嘛 嗯,如果一个Permicius,然后出现故障的话 嗯,或者是,或者中断 那么一个,嗯,一个服务器的收集呢,会出现一个缺口 也就是说,那个,你假如说,嗯,就是有一点 大家那个需要关心的就是,可能就是 假如说,那个,只有一台的话呢,嗯,那个出现故障的话 这时候,那个,嗯,这一段时间,可能那个收集就没有收集 到时候的话,你去从那个,嗯,嗯,我们那个图形界面 去看它的一些收集,还有,不管是其他方面的也好 你可能会,那个,中间的话,图形界面也可能会有缺失一部分 缺失一部分,我们那个Metriq的值,也就是收集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可能,嗯,你要想实在的想 嗯,避免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都需要变形运行 变形运行的话,肯定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嗯,大家看一下 嗯,变形运行的话呢,你,那个,那个,你需要处理 然后两个上面的不同的一个数据 你那个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嗯,两个变形运行的话 它肯定那个数据取值,也不一定,然后百分之百的会一样 嗯,这时候的话,你可能还会要去,那个,分析 嗯,到底我们要问,嗯,那个,假如说两个上面 同时取了一个数据 嗯,这时候你,那个,需要问哪一个上面的数据 然后进行一个展示,嗯,这个可能 那个,也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嗯,嗯,那个,虽然说我们的一个,这个,这个,查询运法 那个ProblemKRL,这个方法呢 可以弥补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将两个元请求单个度量子的时候 可以使用两个,嗯,对量子最大的子 所以,那个,嗯,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这一方面 那个,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嗯,我们后面的话 可能也会去,呃,说一下这个Permicius 然后两个并行运行的一个方式 但是的话呢,我们去,嗯,尽量的 我们,嗯,现在的话不会去,嗯,深入的去讲解 嗯,他们两个一个集群的一个方案 我们只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他们两个并行运行 嗯,因为我们更多方式可能就是,嗯,那个,单个运行的一个Permicius 好,那个,嗯,在警报管理的话呢,我们,嗯,后面会做一个集群方案 然后的话,警报管理,我们会,因为它支持集群,那个集群方案 然后的话,因为这个Permicius呢,它目前那个官网的话 也没什么好的,嗯,集群方案,然后,嗯,那个,那个集群方案 所以说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只是先做一个并行的,嗯,或者说你不想做并行的话 你做单个的也是可以的 好,那个,嗯,关于那个Permicius和Aloanmanager 然后,一个伸缩性和高可靠性的,我们这一节课,我们就嗯,介绍到这里